我是五姐 今天是电子女孩的最后一期 这次将为大家更新女孩最后的两种结局 第一种结局 一就是粉丝们的私信内容 假如你一直不说话 女孩最后会怎样呢 这次的女孩就光珠 第一天上来她开始自我介绍 而我们此时无需给出任何文字回应 只需要回复的三个点即可 就这样 第一天过 第二天女孩的样子不再活泼 这次她坐在地上默不吭声 随后开始自言自语 再然后开始作诗 从她的语句中不能看出 她现在很孤独 第三天女孩还是坐在地上 描述了一些关于她爸爸的话 貌似很快她爸爸就会来接她 她只需要等着就行 第四天 这次跟以往的第四天都不一样 这次的第四天名为命运之日 谁的命运呢 当然是女孩的 我们可以看到 女孩在今天走出了游戏世界 可能这算是一种解脱吧 她的离开将不会让你继续探索其他结局 此时我们已经解锁了七种结局 但是女孩已经离开了 这最后一种结局是什么呢 那就是当你再次开启游戏 游戏的作者会跟你聊聊 他会说你好某某 这里一般都是玩家的名字 接着会说出你电脑的用户名 首先他会问你为什么又来了呢 然后会跟你讲 你肯定注意到了 你的每次尝试 女孩都会遇到更不好的结局 你是还想改善结局吗 难道战胜游戏是一种自然的渴望 这里是在问你 也就是所有玩的这款游戏的玩家 最后他会告诉你 他的苦难你无需自责 他的设定就是这样的 所以恭喜你通关了 那么也就是说 这最后一种结局 便是所有结局的结局 游戏的内容就是 如果想要结局 便需要你去解锁其他结局 再给大家补充一句 战胜游戏并不是一种渴望 其实只是好奇罢了 好奇后面还有什么 等着我们去探索